太入秋天迟来的两个台风先后发威 澳门天色一直维持阴暗 断断续续地下着小雨 不过急增的降水量也减轻了澳门面临的闲潮危机 港务局局长黄穗文表示 一般十月份澳门已进入枯水期 没想到今年却天降甘霖 另外港务局和广东水利厅 首次进行粤澳应急演练 模拟珠海竹仙洞水库有发现死鱼 双方及时关闭输澳水闸并进行化验 演练在一个半小时之内顺利完成 虽然我们刚才是做测试 做一些快速的一些检测 但是我们都没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那些水是不是真的受污染 所以已经启动了一个紧急的供水系统 就是用一个就不用粥鲜洞的水 是引南平水库水来供应澳门 黄穗文说演练有助促进 珠澳两地各部门的紧密联系 保障供水安全 澳雅卫视蔡卫星刘俊勇 澳门报道